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暂停 下一集0.2.42温直播 2.42温弹幕高清超清 720p 高清480p 标清270p 倍速0.5x 1.0x 1.25x 1.5x 2.0x 倍速播放 在这里 全屏 到腾讯视频观看此视频 下一个即将播放 取消 广告广告 占到恒大2-1 深花多次联社高零建功 杨利益绝杀眼力转 50% 70% 50% 0.0027i x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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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9CBD6F V SMTCDNS COM下载 速度 缓冲质量 真属错误码 版本号 3.4.37 2018年8月28月10.05本零四秒 播放流水 8FB79DC827C13616A0C6C0DC5624B9B70201 本地日志点击下载 点击清除 腾讯视频观看完整个 战报 战报 恒大2-1 生花 独自 连设高灵建构 杨丽与绝杀 演绿转 按住画面移动小窗 X WINDOW DATA VIDE OARR PUSHVD 0027IX3W IMJHTTP INNOOZ GTIMG.COMNOOZAPLS 0511 0519737 V404800 视频 战报 恒大2-1 生花 独自 连设高灵建构 杨丽与绝杀也逆转 时长约2分42秒 中超第21轮主场迎战生花 恒大2-1 绝杀对手艰难取得了胜利 而比赛从输到赢了转折 正是两位争议球员为恒大带来的 高灵和杨丽与 高灵为恒大摆平 其实 本场比赛在前高灵已经成为恒大焦点人物 因为此前在大胜全剑的比赛中成为被攻不出来的莫维球员 高灵没有拿到比赛奖金 自己还把微博表示些累 而对阵鲁能虽然恒大大胜 到高灵的表现一般 风投还是高防塔组合抢走 不过对阵生花的比赛 由于政治停赛 高灵重新带上队长秀标首发出战 而他也没有让球迷失望 正所谓好事多磨 今天生花却在客场上先进球 第52分钟 曹云定突破到进去列射门 球被留点侧铺了向后 朱镜荣跟进不设打在了李学藤的手臂上 裁判在观看VAR之后判法点球 光临主发点球民众 生花1比0客场领先恒大 不过仅仅过了5分钟 就是主高灵诞胜 恒大连续传递制造凉机 塔利斯卡输送威胁之三球 余汉朝进去右路得到皮球 这也吸引到防守球员的注意 随后他将球传到门前 门前包抄的高灵轻松推射空门得手 恒大将比分追成1比1 闪花球员纷飞举手 致意高灵越位 但裁判并未改变判法 顶着压力做队长 能够破门追平比分 这对于高灵来说 无疑是救赎的一战 正所谓支持而后勇 在恒大对阵喧花的比赛中 高灵拿出了更多具有收服力的表现来证明自己 用优异的表现一血前耻 同时也让球迷没有失望 巧合的是 本场比赛中为恒大打进决杀进球的小叫杨丽玉与高灵的境遇有些相似成犯 今年5月 在中超第十轮恒大2比2占拼华夏幸福比赛中 由23新人杨丽玉在备患下场时遭到看态上不分恒大球迷的失声 此举致给证明刚刚加盟球队不久的新人造成一定程度的信息损耗 故而在在后的新闻发布会中 夏帅特意恳请球迷 不要将所有矛头指向某个球员 然而 杨丽玉在恒大的出场表现 一直依然颇受正义 甚至作为失灵球员的他都没有获得代表U23国家队出战亚运会的机会 杨丽玉绝杀 这几个月时间里 杨丽玉一直都是顶着压力在训练和比赛 其实 在此战之前杨丽玉就在默默发力 恒大在中超第十七轮意外第二比三输给亚太 全场评分最高的球员 就是一直以来被受球迷诟病的杨丽玉 当时 国际评分网站whoscored.com评出了恒大球员的得分 杨丽玉得分为7.7分 那场比赛他打入了加盟恒大的联赛手球 而今天女神花的比赛 则让杨丽玉彻底释放 他在第八十二分钟替补于汉超出战 第九十一分钟结章丽玉彭撞中投球完成绝杀 这也是杨丽玉第一次进球为球队贡献三分 进球后的杨丽玉 突一庆祝 尽管拿到了一张黄牌 却是自己最好的释放方式 一场比赛 两位球员完成救手 这似乎比恒大拿下三分更值得敬赫